大家看到是百老会抒压秀极限震撼未眼先轰动吗 中天的全民最大党提前带领民众来抒压 唐从盛这一回是模仿失忆的上班族 拼命的在跑步机上奔驰 结果因为模仿太卖力了 他还因此撞上了悠久 你要突破自己 你要勇往直前 边跑边叫 唐从盛是演压力很大的上班族 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 冲破象征阻碍的道具时 还撞伤了右脚 这一幕让主持人 台志源 郭子前等等人 瞪大双眼 震撼到心坎里 看正宗的百老会 极限震撼比一比 演员同样是在跑步机上面奔驰 眼前障碍重重 还是要不断地突破自己 台湾全民最大党版本 服装造型和假把 都延续极限震撼的精神 但还多了一点搞笑成分 勇往直前 自己说要勇往直前 你要冲一下 不要勇往直前 即使踢到铁板 还是要勇往直前 摄影棚内上演极限震撼秀 唐从盛卖力演出 看来演员们也需要输压 中天新闻杨静明 许少婷 台湾